同时ABC民调首次出现黄金交叉 贺锦丽超车川普多达7个百分点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加入社群TikTok 使用帐号6个小时内第一篇po文 就获得将近600万浏览次数 也累计超过100万粉丝 但是对手川普更厉害 这是川普在TikTok首发影片 今年6月1号正式启用账户 已经超过900万粉丝 几乎每部影片都有百万流量 川普和景丽向后使用TikTok 就是要抢攻不使用传统媒体的年轻选民 贺锦丽也推出竞选广告 积极开拓年轻族群支持 同时根据ABC民调 贺锦丽支持度暴涨 从上周的35%这周变成43% 反观川普从40%下滑到36% 首度出现黄金交叉 或许跟不少年轻团体背书贺锦丽有关系 不止支持度拜登退选之后 贺锦丽募款也暴增 已经超过2亿美元 当中超过六成来自首次捐款者 三世看长的同时 贺锦丽找谁当副手是另一个难题 预计在8月7号揭晓人选 TV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战机 在距离阿拉斯加海岸 大概200里的国际空域缓冲区 拦截了俄罗斯还有中国的轰炸机 我们要赶快请教作恒 这透露出怎么样的讯息呢 好 没有错 刚刚提到这个举动 可以说是引发关注的原因 就是因为相对来讲是比较罕见的 首先是被发现到说 有两架俄罗斯的轰炸机 和两架的中国轰6 他们飞入了阿拉斯加的缓冲区当中 说是要进行的是联合巡逻 可是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是国际空域的缓冲区 所以北美的防空司令部 也强调说并不是直接的 进入美加的领空 因此他们并不视为是军事的威胁 但当然这还是某种程度被认为 是有正折这样的作用 警告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所以他们持续的来监测 在北美附近这些竞争对手的活动 好 我们就看到这一次 当然在美国跟加拿大的部分 他们也是出动了 包含大黄蜂以及闪电 以及两架的F16战机 来进行拦截并排飞行的 这样子防御的动作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说 这是首次的看到两国共同飞行 而且最近的距离海岸只有200里 所以美国也是密切的监视 他们也觉得相当的担忧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北京正在为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非法和不必要的战争 来提供支持 所以美军的方面也采取了行动 可以看到他们是使用战术中的 拦截方式 另外乌克兰媒体宣称 他们说俄军平均要阵亡6个人 才会损失一名乌军 专家认为数字可能被夸大 但是现在也有专家认为 美国跟北约误判形势 才会忽略炮弹产能不足的问题 乌克兰独立媒体 乌克兰新生引述总参谋部 公布的资料指出 俄罗斯近期在战场上 折损部队的数量 有急剧上升的趋势 甚至一天之内 就有超过千人阵亡的记录 报道中比对了俄罗斯统计局的估算 和英国情报单位的数据 过去两个月之内 俄军损失约有7万人 平均俄军要以6倍的兵援数目 才能歼灭一名乌军 不过这项战损笔的数据 究竟可信度有多高 就连西方军事专家都莫衷一事 最普遍的说法是 俄乌对己方的争亡人数 都有所保留 但是在对方的损失数据上 却免不了有夸大灌水的成分 主要是为了内外宣传之用 打击敌人的民心士气 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基本上并没有不对 但是就军事观察家而言 双方损失数据的变化 却是战况发展的重要指标 虽然数字的真实性有待上去 不过还要比对两边的及时战报 就可以判断出战场上的势力消长 尤其乌克兰军方的情报显示 原本好几支调离前线 转往后方基地修整的 俄军主攻部队 近期内已经陆续回到乌东 显见俄军有可能在近期内 发动新一波攻势 部分专家甚至不排除 俄军已经为夏季攻势 预作暖身 才会在短时间出现大量损失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在书面声明中坦诚 红军村前沿情况高度紧张 乌军面临非常巨大的防守压力 即便俄军先头部队遭遇大量损失 却还在缓慢推进中 根据乌方统计 过去24小时 俄军至少发动了39次攻势 绝大多数被乌军推了回去 然而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则说 俄军作战部队在多条战线上 都有所斩获 奥切列纪念方向 第90进坦时打退乌军守备部队 攻占洛祖瓦茨克 担任彻意推进的第30摩步旅 则是拿下普罗赫雷斯的控制权 据说两支部队完成阵地巩固攻势之后 并没有急着继续向西推进 而是分别北上及南下推平战场 在新奥列山德里夫卡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55山地旅 则是向西北部的沃兹德威任卡推进 先以大量无人机和密集的原火覆盖 打开乌军在此的防线 根据前线回传的消息称 地面推进的先头部队 已经接触到乌军第一线单位 并且发生激烈战斗 军事软渣分析 沃兹德威任卡的战斗 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绝对不能让俄军攻占这个关键据点 如果沃兹德威任卡失手 就意味着T-0504 这条后勤运输的生命线 就会全面断裂 为什么最近两个月 乌克兰的战况变得如此紧绷 甚至被部分西方盟友 以急转直下来形容 多数分析认为虽然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发动的跨境作战是主要原因 但是乌克兰政军高层应变和处置不当也难以谢责 泽伦斯基为了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上 向与会各国证明 乌克兰在艰苦卓绝中 依旧顽强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希望获得更多军备及经济支持 在国际政治操作上并无不妥 但是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 泽伦斯基下令斯尔斯基要把俄军推出国境之外 这道死命令却有斟酌之处 尽管在职权上 斯尔斯基必须确实执行元首交付的任务 但是在军事专业上 泽伦斯基的要求已经超过乌军前线部队的负荷 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要考虑的是战局发展的全面性 而且有责任向元首建议最佳方案 而不是照单全收 毕竟泽伦斯基的命令 不一定是着眼于军事层面的考量 也就是说 斯尔斯基有必要向泽伦斯基说明 如果要满足这个条件 会以牺牲某些战线作为交换 对战局变化会有什么样的利弊得失 泽伦斯基有必要深思守虑 只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哈尔科夫焦灼的战况 以及乌东战线的节节势力 已经说明了这项决策的结果 虽然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决策有误 虽然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决策有误 则长达9分钟的新闻专题却指出 美国和北约无法有效解决 欧美军工企业炮弹产能不足 又很直接的关系 报道表示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10年 关键因素在于缺乏资金 制造缺陷和关闭产线 尤其在战争初期 北约高级指挥官和美国军工业者 已经多次提出警告 希望美国及北约官方能够调整政策 避免一旦战争进入高峰阶段 现有的生产线 势必无法满足消耗需求 路透社更进一步表示 经过访问及查阅 美国陆军上千页的机密简报 公开文件和内部资料发现 2014年到2015年期间 美国军方甚至没有 新生产炮弹的库存记录 但是美国和北约的决策高层 却忽略了这个问题 甚至误判了俄罗斯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 和持续性 除了资金问题之外 炮弹生产过程所出现的 瑕疵和安全违规事件 也是导致产能下降的原因 再加上美军决定 不再使用三销机甲本 也就是TNT作为主要的原料 事后也证明 这是一个极度不明智的选择 不但降低了生产率 也让西方阵营难以在短时间内 找到足够补充的替代品 自然也就无法解决 提高产能的难题 尽管乌克兰面对炮弹不足的困境 找到以发展无人载具技术 作为预备方案 但是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 根本的长久之计 因为在这场战争的背后 乌克兰并没有自主决定 要战斗下去 或是停火谈判的权力 一切还要看美国选举的结果 究竟是谁入主白宫 泽伦斯基在7月上旬 拜会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强身时 被现场记者问到 他对美国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川普有什么看法时 只能倾情待过 但是强声似乎并不乐观 因为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新闻节目访谈时表示 川普很有可能 以简单粗暴的方式 来结束俄乌战争 只因为这符合川普的真正价值 尽管国际人盛传 乌克兰即将接收第一批F16战机 但是华府智库战略 暨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计划 高级顾问坎西恩认为 乌克兰在接收战机的初期 虽然能为薄弱的空房带来帮助 但是效果会非常有限 尤其俄军在此之前 已经针对好几个可能成为F16基地的机场 展开各种形式的攻击 加上俄军强大的电子战技术 也让乌克兰军方忌惮三分 斯尔斯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乌克兰能够获得F16的援助 绝对是乌克兰军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心意 但是为了避免F16战机遭到俄军电子战的攻击 这批战机的确不会部署在接近 距离战场40公里以内的热区 而是会选择更为安全的基地 作为保护这款多用途战机的重要考量 无论斯尔斯基这番言论真假如何 但是也透露出即便有了F16的助阵 乌克兰的地面部队还是无法获得喘息的空间 而是要继续忍受俄军的狂轰滥炸 并且在猛烈的攻势中寻找逆转战局的机会 另外印度总理莫迪传出8月份将会出访乌克兰 但是详细的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 也是开战之后他第一次到访乌克兰 要请教作恒到底他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好 没有错 刚才讲到最关键 大家关注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莫迪的立场 似乎也是在玩两面手法 好 因为现在最新的传出是说 莫迪他预计在8月份的时候 要造访乌克兰 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 这是俄乌战争之后 第一次要到访乌克兰 在乌克兰的驻印度大使馆 当然对这个消息 目前是全面的封锁 说没有可以透露的 而且相关的出访日期 也还没有获得确认 但我们看到 其实印度在这里头的角色 关键的原因就是 因为对美国来讲 也希望加强美印的关系 就是希望抗衡中国大陆的崛起 但是对印度来说 他们同时间和加深西方的连结 也同时维持和俄罗斯现有的关系 才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尤其我们看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不是说遭到西方制裁吗 但是这个制裁力道有限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和印度 还是持续的和俄罗斯进行贸易 因此导致整个制裁 其实效果是有限的 我们看到在8号 9号的时候 其实莫迪他有和普清有见面 而当时是正值俄罗斯的 飞弹侵袭基辅的医院的时候 当时引发很多人道的争议 但是你可以看到印度方面他怎么说 他说他们没有怪罪俄罗斯 但是强调说应该要用更多的对话 以及外交手段来处理 另外俄罗斯军机在昨天传出坠毁的事件 不过这是第三度坠机了 错了另外 俄国的军舰现身在古巴 对国际会有什么影响 好 我们刚刚讲到两件事情 我就先带你来看到 第一件事情是提到说 现在俄罗斯的军机 又传出坠毁的消息了 这是7月27号的时候 在福尔加格勒这个地方 当时其实这架苏34的轰炸机 它是在进行训练的 没有想到却突然的坠毁 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人伤亡 因为在这个当下 所有人都成功的弹射来逃生了 当然这架战机 它是在苏联时的中程的轰炸机 原因说是因为技术故障 可是这不是第一件的 我们帮您整理一下 在近期6月11号 同样也是苏34的战机 同样是坠毁的 当时是没有人伤亡 而另外一款 同样也是俄罗斯的军机 则是在卡鲁加州这个地方 也坠毁了 时间是在7月25号 造成全数的人员都罹难 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 俄罗斯还在加强战力 因为海军的船舰 已经抵达了古巴 而且会滞留三天 驻古巴的大使馆说 这没有什么好意外 这只是一个两国人民 友好密切往来的象征 但是因为这个地点 距离美国相当的近 再来又是一个不寻常的部署 也被认为这是在剑指西方 支持乌克兰的力道 所以才有所反击 看完了俄乌战监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新闻内容 也欢迎您扫描这个QR Code 我要做的事 再也没有顾虑了 我们预祝之后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Cheers Cheers 刚刚有人来拜祭过她 她的女儿啊 她女儿 假洛伊 假贵